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六点钟 那么在我的身后就是我曾经开过店的Potinic Caffe廳 那么在晚上的六点钟,他们会做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Let's go! 在Turac Potinic Caffe廳 白天如同一片宁静的咖啡乐园 而到了夜幕降临时 它便化身成为一家独特的日式料理的私人会所 今天我们吃的是日本的火锅蒜 日本的这句话叫做沙夫沙夫鱼吧 然后它最主要的火锅和火锅不同 就是它用日本的清酒来蒜头 所以我们在开始我们要把清酒倒出去 老板拥有十年在日本本土做料理的经验 清酒搭配日本的和牛火锅 以及新鲜的澳洲海鲜 这些都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让人无法抗拒 在日本清酒蒜中 和牛是主角 每一片肉都是经过精细的刀工处理 油花分布均匀 放入清酒锅底中 轻轻蒜几秒便可入口 此时肉质鲜嫩 带着清酒的淡雅香气 令人忍不住一片接着一片的享用 这种咖啡与日式料理的结合 不仅丰富了食客们的味蕾体验 更是带来了文化上的碰撞 在这里你既能体验咖啡的醇厚 又能体验日本料理的精致 两种文化再次交融 展现出别样的趣味与魅力 最后喜欢的朋友 请别忘了提前预约